神仙士族小装抓捕,不分昼夜摸牌侦探,为了一方的安宁。 顶风沙占高温,为了百姓的出行安全。 忠诚与奉献只为又是一次美丽的邂逅。 新疆哈密瓜乡的阿瓦古利·阿布利斯如何坚守自己的选择, 见证本期播出古利的选择。 接触大案悬案 探寻法理脉络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发指变迁 阿队长,阿队长,收到没有? 收到,收到,请讲。 阿队长,我是洛沃剑中队,中队长。 在我辖区312国道和冰困二部场入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舰长一人已死亡。 造势车辆游戏向东,行使往新一南方向逃逸,完毕。 你看,王中队长,他早安排,那么农航一座人安排保护现场。 那么新二区的这个大社的排查情况怎么样? 我们新二区的大社的排查工作正在开展,正在开展。 有一席交通照是投影案,在中末的清晨发生。 刑警队大队长出身的阿瓦古利到交警大队也快九年。 无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他早已习惯预案必出。 1984年,17岁的古利高中毕业,考上新疆警察学校。 这一选择,源于幼年时,以此偶然的邂逅。 而第一次受疆射击测试,更坚定了他对当警察的自信。 第一次打的时候,反正这些数读的就开始,就不行了。 不过打完一次以后,还想打,感觉那个太过瘾了,感觉那个墙上一伤,就觉得伤,感觉是非常好。 还有一个,那第一次打的时候,我当时就合格了。 设计这一块还是,我也比较喜欢。 学校这个警察不会打枪,不算警察。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是新疆连接内地的交通要道。 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素有西域金侯,中华巩威,新疆门户之称。 虽然这里的人口不足六十万,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赋予哈密重要的历史使命。 哈密的社会稳定,事关全疆的稳定。 对于稳定二次,从仅仅三十年的阿瓦古利,有着一个深刻而又客观的认识。 稳定,就是和自己的战友们,从每天极为普通的路检路查开始。 2005年,古利刚刚从刑警大队要认哈密市交警大队任教导员。 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路刹车时,也许是因为那是哈密的女交警部都,司机对鼓励的工作并不十分配合。 事件,您会发生的电话。 您正式是您的 gebeade,我们将要退队到搜的国家。 你如果要看,您们可以看,您可以看。 您是您的帮助踪,您将去捞述。 大历的手段有好多距离,所以您的帮助踪,根捞虽然这样。 我们行过半年里,他们还利用了这儿,我们在台队也还临着什么状况。 您的帮助踪, 但是您也在审航尔,我去到城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面对新的工作环境 当过刑警的鼓励雷厉风行 直面困难与困惑 不分昼夜 不分春夏秋冬 不分严寒酷暑 与古兔民警一起巡逻之情 为百姓的安全出行 倾尽全力 小时候在郊区长大的阿娃鼓里 有一次跟着爷爷去市里干巴扎 路上的一个美丽的邂逅 从此让警察的形象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当时坐摩托车的上面的时候 有一个骑三龙摩托车的一个警察 来了三个人 我看见两个是一个男的骑了摩托车 就是穿着警服 旁边坐了一个男的 后面坐了一个女的 不过这个女的呢 个子也比较高 长得也非常漂亮 穿着这个警服呢 我觉得一直看他 感觉非常那种 我也小嘛 一直看 最后呢 当时我想了 我能不能也跟他一样 能不能当警察 我能不能当警察 高中毕业 我在高考的时候呢 一看这个职员上面 写的就是 自己去警察学校 还有一个司法学校 不过呢 我全部选择了 第一个写的就是 新疆自己去警校 弄完以后呢 最后在 来了一个通知的时候 看就是 我们这个新疆 这个学校的一个同事 当时我非常高兴 一 晴晓的生活 每天都要勤拿格斗 体能训练 汗水血水 练就了鼓励 坚韧不拔的性格 也日渐增强了 他的实战能力 最后我们盖着这个石头 开始连 这个连当中的一个同学 男同学 他当我打 开始跟他打得太狠了 打到这个他的脸上 当时他就哭了 哭了以后 我老是说 过来以后说 可以可以说 就是这样 应该就这样 打打 继续好打 打 又进 打打 好继续 我们随时都有威胁 当警察随时都有威胁 不管你是女警察男警察 你最起码看 把你自己保护 或者是你看 这个随时能用的时候 冲出来 是吧 这个是我觉得 也是应该的 不过拳机 我觉得还是 我非常喜欢 从警校毕业后 阿娃鼓励 从最机场的派出所 警察坐起 把繁琐的日常工作 做得有声有色 在他担任 北交路派出所 教导员时 辖区内的小区 连续发生 极其抢劫案 2022年就是发生一期 几期 连续发生这期 这个抢劫案 这个 我们这个小区 是比较复杂 还有一个 有特殊的一个小区 这个铁路之工 是三刀板 就是 他们三刀晚上 前夜 后夜 白半这样子 他们下半 就是晚上 白夜三更也回来 可能就是前夜的 可能12点 一点钟也回来 当时呢 就是连续发生 这个三期 这个 抢劫案 连续集起 抢劫案 给当时的铁路小区 及其周边 造成不小的恐慌 上下一班的女职工 已经不敢独自行走 回家的路 变得让人格外恐惧 强奸呢 当时就是 就我关在这个 下去的这个 这个这个 扎容器里面 这个这个 当时呢 就是一个 女职工回来的时候 把这个包藏走了 拿着刀子 最后呢 把这个女的包 就不给她给 就是长的时候 她想着 就把这个包 那进去就抓住 当时呢 最后把她摔到地下 就算了 我这就怎么会 那不开始 就算了 到时 清水 enroll 小姐 救命啊 小姐 最后想不要等了 人生慌慌的都影响这个 这个职工 这个女职工的这个 像什么 最后呢 我们当时就是看 我们可能是十几天吧 就没情况 我都没情况 看不行的话 看自己穿个便衣 走一走 看后面能不能出来 这样子把我们的包带上 就一个人 往直走一下 我怎么下班以后 看阿娃姑娘没回家 换便服了 我还问她叫你干嘛 你干嘛都不回家 她还没吭声 天快黑的时候她出去了 当时刀子拿上或者是抢的时候 我觉得 看这个方式能不能把这个人抓住 最后呢 当时也非常危险 全是危险 我也是个 带个包 走 我的人在 我们的人在后面 不过呢 做政策 这个 万一来不及呢 连续一个月时间 每到夜间 铁路职工上下班时 鼓励就换上便装 在辖区 和同事们 暗中查访 不惜以自身为诱饵 冒着极大危险 寻觅犯罪分子踪迹 随时准备抓 等天 好晚的时候 他回来了 好几次我问他 他也没吭声 后来 过了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 突然间 晚上 他 还有一个 我们一个小伙子 我们联防队员吧 抓了人进来了 当时把人一抓的时候 我们当时一楼值班师刘志诗 他把人往那里面 一放的时候 他就收到去 只换把这人抓住了 特别释放人的感觉 当时他抓了人的时候 那个 当前个子也有点瘦小 你知道吧 他来的时候 把那小伙子 就是压解的方式 压进来了 我当时感觉 我们教导也太强悍了 把一个男的能支付成这样子 特别支付这样子 放到我们刘志诗了 喝了才聊聊到 他将近半个月时间 去蹲跌守候去了 不害怕嘛 可能也是个假的 是吧 人 我也是一样人 传的警服是一个移民警察 不传的警服也是普通一个 普通的一个人 不害怕可能也是假的 这个人这个东西 当时传的别人的时候 可能随时有危险 不过呢 我们想的就是 把这个案子喝了 我觉得更好地 给老百姓提供一个 好的一个环境 夜间接到出警任务 究竟发生了什么案件 孩子尚未断奶 妈妈却断然离开 一遭就是一个星期 面对职责 阿娃鼓励 从不提条件 见证正在播出 鼓励的选择 当时呢 晚上可能是几点钟 十点多了嘛 晚上那时候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这个电话 固定电话 家里面有时候不过 我们家没有 最后呢 到这个地区公安局 可能排行我们的这个民警 到我们家去了 我们家去以后呢 走到我们家去 晚上 可能十点多嘛 可能是很晚 最后 当时给我说 有一个任务 都跟一块去 当时什么任务 给我也没有说 我们家里面人都在 不过那时候我的孩子 都不到我 几岁的时候 我的儿子 当时那我什么话都没说 传的警服 我跟他们都一块就去了 情报现实 以暴力犯罪团伙 企图在哈密 进行暴力犯罪活动 根据案起需要 上期决定 除掉阿娃鼓励 参加这一专案组 刚当妈妈的她 扔下不足八个月大的孩子 带着任务 深夜就出发了 我妈当时跟这个 一个我们的一个打劫 一个我们的同事 一个打劫 跟她一个说 熊熊在一块 当时弄完以后 那时我跟她在一块 一个礼拜可能都没回家 当时一个礼拜都没回家 每天夜深 还没断买不满周岁的孩子 就哭喊着要妈妈 每天最难熬的 就是晚着孩子睡觉前的一刻 爷爷奶奶想尽一切办法 才能哄着孩子 金融梦想 晚上是第二天开始 就是晚上那天 晚上一出去以后 我开始就没有 没有回家 觉得非常难受 那种话是我儿子 还是吃奶 没断奶 当时呢 我跟他们讲 可能也不好说 一听这个案子的情况 这个案件情况 一说以后呢 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切案件 已经快一周 孩子都没吃奶了 还在鼓入器的阿娃鼓励 一边因挂念孩子而揪心 同时 还有人受一种 比一样的难受 那三天以后吧 我实在觉得都难受都不行了 一般是想孩子 一般是就是 晚上 全是我 这个都没有 三天没有 娃娃都没吃奶 感觉是非常 长那种疼的感觉 给那个大姐说了 我孩子还吃奶的呢 我确实 我确实难受都不行了 当时 哎呀 你这个妈妈妈 正是你说的 哎呀 这把这个情况 都为啥不讲呢 讲呀 你回去 回去还是没跟他 或者是吗 都可以 三天 这个这个 都 娃娃都没让吃奶 能行吗 太狠心了吧 你说 我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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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三四点了 现在全是难受得不行了 感觉 当时也不知道孩子哭了 或者是什么 可能讲都不行了 感觉是没 我觉得可能是娃娃哭了 我觉得可能是娃娃哭了 我怀疼 我怀疼 谁会怀疼 然後我就哭 我和婆婆說 娃娃哭都沒有 她說沒哭 就在這起案件破獲之後不久 哈密市區又連續發生了幾起搶劫強奸出租車女司機案件 在當地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影響 出租車女司機平時都不敢出車 案子以後發生一起案件以後 給我們報案以後 開始我們調查這個案件 第二次再發生這起案件 連續發生幾起 前面就沒給報案 她影響非常大 出租車司機就是我們哈密 當時九幾年的時候 出租車也不多 不過呢 開出租車基本上就是沒出去 早上晚上 也比較 以前也他們可能也沒有想這個 這麼危險 連續發生的夜間出租車搶劫案 讓每個女司機都 談夜四變 這給本來出租車就不多的哈密城區居民公行 帶來了諸多的不便 前面就是好多女司機都不敢開了 出租車 因為連續發生了這個案件 全部都是女司機 有些女司機嘛 還沒給報案 相隔安寧的哈密城區 人們被這幾起搶劫案 搞得內心恐慌 阿瓦古利和同事們集中全力 偵查破案 我們這個阿瓦古利大軍長嘛 把属灰人的資料 全部做完以後 跟我們一塊 跟男的民族一塊 出去照這個行為呢 有些是跑掉的 有些是 抓的時候就是逃跑的 這些時候嘛就是他第一個衝上去的 春季風沙四月 接連接日的沙塵暴 好像要吞噬這個冬天山下的 綠洲哈密 無論酷暑嚴寒沙暴 阿瓦古利和他的交警戰友 共同堅守一線 恪守使命 見證正在播出 古利的選擇 2014年4月 哈密遭受大風沙塵暴擊期 使掉最大風力達12級 哈密轄區內的交通 指安110報警服務台 不斷接到報警 使公安局 迅速組織應急救援小分隊 四處開展救援 是個4月4號嗎 4月5號嗎 4號 我就沒辦法 整個都看不見了 在西戈壁 我們這不是一坨一坨整個沙塵暴嗎 我就給他發了短信 他就說 把車上的所有的燈光能打開的全打開 你現在去看我的車 我的車還有GPS頂燈 我的頂燈現在整個都是沙塵 沙塵暴現在整個就給我把那個頂燈 現在就是用歷史的見證 全是辛苦 我們坐車都 車裡面都感覺 那個 那個圖都非常大 那個難受 開車都難受 這些交警在路上怎麼散 沙塵籠罩了整個城區 駕駛員看不清前面幾米之外的車輛 交通民警冒著大風和沙塵疏導交通 發生這個沙塵暴以後 那整個不是不像這個樣子 藍顏色的衣服全是白顏色 連整個就那個人 那個就可能就 覺得這也不像這個樣子 你自己不管是嘴裡淨塗了 鼻子裡面淨塗了 你顧不上了已經 路上還有車呀 你不能放下車不管 我先去洗一下 那也不可能 我到G30縣 是進出新疆的陰陰道 風沙彌漫之中 交警尤其要在風力強大的路段 壓強巡邏監控 我開上車整個要把所有的 盡量的燈光都要開開 看不見 啥都看不見 他們在路上就是個 我不會用手機給他們去 就是我覺得我拍照 我後悔死了 我覺得應該給他們拍上照 可以說有點像那個泥人吧 泥吧 就那樣的人 全身都看不出來他們的制服了 現在就無法整康開展工作 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可是現在就是 每年都這樣情況下 我們的親人家就在堅持工作 貌似剛下去風力太大 又掛破了 這場風沙當中 應該持續了可能有 應該有 兩三個小時左右吧 就是最大的那會兒 說實話那會兒 當把這個事兒結束以後 就是風沙過去以後 那會兒坐在 就自己休息的地方 才感覺到淚 然後滿臉都是沙子 眼睛都撐不開的 臉上你手往上一刺 整個都是沙子 我們的白手套 身上全色 全是土 我們的白手套也是白的 你指揮完以後 你看你的手套 整個上面全是土 不過我們的執勤服也是深色的嘛 土非常明顯 你一拍 拍你胸口的土 你一拍 自己都感覺嗆 十二三起的大風 揚起了風沙 蒸天蔽日 五六米就看不到人 在路上執勤的民警 只能看車燈 分辨車輛行進的方向 有不少市民 看到滿是灰土 還在執勤的民警 就為他們送去口罩 我當時弄得想 我也不認識他 弄得想東西給我給了一個東西 我當東西 查東西 我還不認識莫名其妙的 來了人給東西 覺得我還沒來得及呢 什麼東西啊 我就問 他說口罩 哎呀 拿這個都說什麼話 這次我當時什麼話都說出來啊 真的 雖然已經對道路實行了交通管制 但有個別從中途史上國道的車輛 依然在道路上行駛 看到交警們的不懈努力 困境中的司機們 紛紛以自己的方式 表達對交警的敬意和感謝 不過呢 那天真正發送 殺成功以後 我們不單是給我們送口罩 全是開車的司機給我們點個格 還有一些給打電話給我們 隨時給打電話 全是辛苦 在我們的老百姓很可愛 給他們送口罩 有我們的出租車司機 還有就是 嫁到我們哈密來的外地的 就是外來的女婿吧 人家在我們這兒 也看到那種情景感動的 人家買的口罩送給他們 所以口罩都是到中午休息的時候 說是由咱們這個好心的駕駛員 給送了一些 然後我們大隊也是 又進行 對這個沒有那個送到的 全部又進行了買 但是說實話這個戴口罩 擋不了什麼事 因為它這個灰塵特別細 你整個人是包裹在那種 沙塵的那種環境中 好像只要是 耳朵裡面也是塗鴉 眼角也是塗 非常感動 這個一個口罩 一個口罩 值不了多少錢 不過覺得 什麼 什麼天氣給我們送口罩 覺得老百姓 確實是 確實太辛苦了 就這一聲話說 東西給給了 拿走了 我覺得 哎呀 我覺得 非常感動 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同時就 幾個人也看見我了 可能都把口罩 他們 可能那個 他們也感動的 可能拿了東西以後 非常感動可能 同時可能 把這個情節看以後 他們也走過來 我們的三位民進過來 過來以後 戴著口罩 拿上書 說話拿的 看我的呢 最後我說 我給戴上 像沙塵暴的突如其來一樣 夏季的哈密天氣 也常常走極端 氣溫可能一下高達40摄氏度 人們走在路上都行色匆匆 交警得在高溫下指揮交通 保障安全通行 而且高溫導致停電 路口的交通信號燈失去作用 又趕上中午上下班的時間 人流車流 擁擠不堪 這沒有電怎麼辦 這種大樹勢 交警大樹勢 路的情況是複雜的一些路段 大樹勢一個民進可能三到四分鐘 最長的一分鐘堅持不了 當時是非常熱 可能是七月份的時候 這七月份的時間 當你站到十字路口中心去指揮交通的時候 以我們面對的車輛是四個方向的 我們要來回不停的打手勢 而且身體要跟著你的車的方向來來回轉動 你的腳隨時在地下 就是咱們講的左轉右轉右轉來回再轉 真的當你在那站半個小時 40分鐘你下來的時候 你的腳底是燙的 最熱的時候 地面溫度高達近60摄氏度 火辣辣的太陽能把柏油路烤光 在這種天氣下直勤 堅持成了一個交通民警最基本 用最艱難的職責 用最艱難的職責 圓圓的地方 整個是黑的 摸的 像皮鞋底下摸的 不過是我們還沒這個天七月份的時候 最熱的時間 40多度 而且我們上班的這個點 正好是一天當中最熱的這個時間 我們的工作時間 比每個人 就是普通的單位 要多四個小時 多兩個小時 就是每天要提前半小時上班 推後半小時下班 這高峰期的點 剛好是他們最熱的時候 中午到兩點 這是個最熱 一點半這是個最熱的點 然後下午三點半 剛好這兩個點最熱的時候 說實話 太陽曬的是火辣辣的 好多像新來的一些民警 都能感受到 第一次在這樣的情況之前 身上脫皮 胳膊脫皮 太正常不過了 有酷暑 還有嚴寒 哈明市區 冬季低溫 有時能達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 大雪又常常封閉高速公路 山區國道上 交警都會出現在雪災現場 疏到指揮交通 阿隊長 咋寒之情呢 都兩點多了 不回家吃飯 他說我再治一會兒 我說你看你的帽子 白白的帽子上 全是你點子 他說他就順勢就把帽子下來了 他說對 我以為上面咋這麼臟 我以為這個太影響形象了 我就說 你看你的衣服都濕濕的 他說 我作為一個女性 我就說 我也不知道 當時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就把我的手 收手從他的肩膚裡頭就伸進去了 我一伸進去 他的毛衣裡頭的衣服啊 濕濕的 今天的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在阿瓦古利的周密部署下 經過近一天的社卡堵截 終於在星星霞國道上 成功堵住肇事逃逸車輛 並將犯罪嫌疑人 捉拿不一案 是 乾性緊張也是 那個破那個大腰 不過呢 真正直到交境的崗位 我真感受到交进岗位是我觉得很自豪 我很喜欢的一个 更喜欢的一个这个岗位 为什么呢 交进岗位我觉得 每天都在路上 觉得是我们应该的 司机失踪 天山山沟里发现被遗弃的出租车 血液追踪被害司机身手异处 茫茫巴里昆草原 大雪覆盖了所有印记 一张由警察和牧民组织的追捕大网 正在展开 见证下期播出 血液追凶